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講講楊盼盼 功夫女王 小小看她做雜耍特技 近來嫁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她嫁女 我看過她的新聞說 有幾次拍戲出意外 差點命都沒有 另外她有沒有結婚 有些江湖傳聞說她做了小三 有些江湖傳聞說她跟誰有個私生女 有些江湖傳聞說她有老公結婚結過婚 但看到網絡新聞完全找不到 我們很多傳聞都聽到 我們找了一位專家整合她人生的資料 然後告訴你究竟楊盼盼 那個女兒是誰的老爸 然後說說她一生究竟做了什麼 我們很感謝這些特技 動作女星 如果沒有她們我們沒有那麼多東西看 我們交給熊飛龍 看看她一生有什麼東西 交給你 謝謝朋友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我想說一位 我以前看台慶 每年都為她擔心 是很出名在無線的台慶 表演最高難度最危險的動作 一位女藝員 如果一這樣說大家也猜到是誰 那位就是楊胖胖 為什麼突然間過去呢 因為她最近嫁女 對呀 她的女兒終於嫁了 所以一會都會分享一些 胖胖姐嫁女之後的心情 另外網上以前有些報道 說胖胖姐本身 是當年未婚懷孕成小三者去生女 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待會我們又換救一下 另外胖胖姐近年都試過拍戲的時候 受過一些嚴重的受傷 一會都會說一下當時發生什麼事 楊胖胖的女兒叫Jessica 她本身是做時裝品牌的 近日楊胖胖的女兒就出嫁了 胖胖姐說 原本打算是大排延殖的 她說她最初打算是開50位 因為她是十幾年前 剛開始拍拖的時候 是這樣跟她媽媽說的 但是現在最後有多少人呢 其實是50位 就不是50位 那你知道為什麼變成一個小型婚宴呢 其實也是一個疫情的問題 沒有搞到大場面 那麼會不會 新的樂母楊胖胖會不會不開心呢 胖胖姐就這樣說 胖胖姐說她人生最大的心願 就是看到她的女兒出嫁而已 本來她的女兒和女婿都是讀設計的時候 時裝設計學校的時候就認識 她們最大的興趣都是設計的 而她們對自己的婚禮一直都充滿憧憬 始終結婚也是一對新人 她說她作為她媽媽的話就送上衝心的祝福 希望她的婚禮留下她們人生最美好的回憶 她也很感謝她很多圈中的好友朋友的諒解 她唯有之後就逐一逐個請回她們吃飯 分開一下做惡母的心情 胖胖姐的女兒的中文名叫楊慈瑜 設計師男朋友叫Steve 她們已經拍拖了15年了 由於人數只限制50位 所以她註冊和婚宴就分了兩個場去進行 楊胖胖說最初打算馬龍鳳鴻給她們 因為其實她自己最初都不知道要馬龍鳳鴻 但是她身邊的朋友提醒她 其實你是嫁女 一定要送龍鳳鴻 最好還要送金器 於是她之前特地抽一天在佛山回來香港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約了個女兒去金店挑選金器 誰知道那女兒竟然第一個反應就是 她媽媽不好啦 現在不流行啦 拍媽姐說她的女兒當時大家有點僵持不下 還一直說她的女兒對著她媽媽說 如果你喜歡的話不如你自己戴吧 她就不會戴的 拍媽姐說沒有人結婚的喜事 無緣無故為了龍鳳鴻大家在吵架 她也不想她的女兒為了這些事而不開心 她的女兒是做設計的工作 她當然應該是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喜好 一個設計師未必喜歡跟其他人結婚 是做同一件事 既然她也說出她的心意和祝福 她也知道她的價值和意義 她身為一個媽媽都會 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始終她心裡永遠 她的女兒也是第一位 她從小到大 她開心就滿足 她的女兒從頭到尾 都是獨立一個養大 現在她終於結婚了 帕帕姐也覺得人生很踏實 說回楊帕帕的背景 她是出生於台灣的 外祖父是一位政治人物 叫魏道明 外婆是中國首位女律師 叫鄭旭秀 顧掌公更出名 是中國名畫家張大千 楊帕帕的名字怎麼來呢 原來是出自一個唐蕩的女私人 叫關帕帕 其實如果這樣看 其實她的家是書鄉世家 一直都應該是很希望她的女兒 成為一個薄學多才的人 可能跟她媽媽演畫劇出身有關 很小的時候 經常拿她媽媽的戲服 對著鏡子都在把姿勢 當年她自己說 當年京劇戲班 是最好培訓武術人才的地方 她四歲的時候 媽媽就已經送了她去學藝 她師父最初想他們 完整有十年的培訓 才學好所有的東西 原本就跟她們簽了十年 但她媽媽就不想這樣 只是願意按時交回學費就算了 最後她只是學藝了三年之後 就決定要離開 但無論如何都好 這三年京劇的訓練 對她一生影響是很大的 當中想學到的集劇 文氣 對她日後 演戲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雜實的軟硬工來的 所以她日後演戲的時候 被任何人都特別快上手 有些事情不說不知道 原來楊胖胖和羅家英 都屬於同門師兄妹 而羅家英本身比楊胖胖大七歲 所以羅家英很早已經成為專業的粵劇演員 不過相反的話 楊胖胖其實進去拍電視 如果相反來說 在電視上來說 她就是家英哥的師姐 有一次在電視節目中訪問過楊胖胖 她說最初不知道和家英哥是同一師門的 只不過後來她們大家私下交流之下 才知道原來大家師父是同一個 楊胖胖說她人生路上 有很多家人已經為她好好鋪了路 例如至少她母親就在國泰片場裡開餐廳 她8歲那年 偽然向父母提出想入行演戲 結果很快得到葛泰的演出機會 9歲已經開始擔任第二女主角 但世事無上 未來葛泰就倒閉了 12歲那時她就改到 少氏裏面做三年的特約演員 短短幾年間讓她有很多發揮和學習機會 又在幾位很出名的導演 桂志雄 程光 李漢祥導演 她們身上學到不少的電影知識 當中黃峰導演對她更加愛護有加 黃峰在拍攝肖士第一部國語版的黃飛雲電影時 起用楊胖胖做第二女主角演小師妹 楊胖胖也擔任過特技演員 很早那時已經在日本的法國外國母子裡 學到一些日後對她演出很有用的最新的拍攝武打技術 在少氏那時拍攝完導演一部電影叫愛勞 當時被導演欣典演的何莉莉替 替身 她小時候被男生投一個太扎跳 經常在片場跑來跑去 結果最後跌傷了腳 休了三個月 楊胖胖的母親曾經要求她 她媽媽覺得不應該是造特技人的材料 最後就介紹了她進去電視的這行 她曾經在時代集團訪問的時候 其實她進到電視圈那時候已經可以擔任做女主角 但楊胖胖當時的答覆說 其實不同的 她說拍電影只是一部劇本 但是拍電視的時候 就是一部劇本 她說每天拍攝的時間比電影多很多 所以她說最初每天拍長了那麼多時間 就算她之前有拍過電影的經驗 突然轉去做電視 她也覺得有點頂不順 當時她在TVB那段時間很短 後來她轉到街市 但街市短短九個月 令她 慢慢由一個不擅長說的動作演員 轉為一個 述念對白的演員 她在拍家裡電視的時候 有電影商找她演一個角色 是要剃頭的 當時街市電視是反對的 但楊胖胖覺得這是難得一個機會 所以她就偽然接受了街市的提出解約 再去投入轉行去電影衣行 這段期間她其實拍了不少動作片 還被獲女成龍的稱號 她拍電影期間改遷了無線合約 未來她竟然將整副精神專注拍電視劇 長達8年時間 很多電視劇裡面已經是她的古籍人口的角色 例如《楚留香》《揚門女將》《射雕英雄傳》 也有她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射雕英雄傳》《沐念詞》這個角色 令她人生有很大的轉變 亦是很多觀眾心目中 留下一個經典 沐念詞是誰呢 就是楊過的媽媽 小友在《金融》小說中 《沐念詞》這個角色 是演得到 裡面的精髓 無論在外表和內在性格都是演得到恰吐好處 除了一些拍攝作品之外 大家應該最記得楊帆帆就是每年當年台慶 楊帆帆都會做一些 超高難度的動作 但是這些風乾背後 其實有苦自己知道 楊帆帆因為說他自己是出身邵氏 這支邵氏也是邵逸夫先生的公司來的 每年台慶叫到他做 他就會去做 但有時候他也會想 也會不開心 為什麼每次都只叫他做一些危險動作呢 不過他自己也說他在電視台 或者在邵逸夫先生裡面 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他最後也沒有拒絕 因為他覺得 應該要感恩 楊帆帆每年表演 台慶那些高難度動作有沒有試過受傷呢 其實也試過一次 其中在1983年的時候 他表演的過程裡面 拉傷了頸骨 壓傷了神經 以至有意失衷 最後需要定期接受物理治療 楊帆帆在2018年的時候 跟羅家英 在吉隆坡合作拍攝一部電影 《大地狐春》的時候 發生一場 火災的意外 家英哥在那場戲裡面 恨好沒有受傷 但楊帆帆是怎樣 他無論在左邊 右手和雙腳都被燒傷 被燒傷的演員不止是他 全部夾一夾一夾 有20位雙者那麼多 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在Facebook也見過這個片段 當時是拍攝一場 搭勁那些麻屋 麻屋就先起火 演員距離麻屋是很遠的 但想不到起火大約3秒左右 火開竟然已經撲去人群 當時有很多人 燈傷酒被淘飽 當時家英哥有益術說 這場火災會發生 當時汽油沿著水流降低的地方 卸 flow流 bugün湯了 和層流任的位置 剛剛才算是演員站起的位置 楊帆帆是比較壞路困難度的位置 因為當時她的面部與手腳 Tamam 0.16 00 便 也有是7%被燒傷 也之後 instance要休養兩三星期才俗 期間需要有 Brent A Guy provided � 帕胖就是好人 事後他都沒有掛摘任何演員 因為拍片很多時意外的事大家都不想發生 另外我想說回楊帕胖的感情 在網上來說 其實要點查楊帕胖 找到他的感情只有一單 很厲害又收得很密 或者他真的只有一單 但這一單都有兩個版本 其中一個版本是說他曾經結過分 他認識當時他的前夫就是一位會計師 他們在1986年認識 1987年當時在美國結婚 但其實他們維持的婚姻狀態不是很長 只有一年左右 是否因為性格的問題和生活圈子始終不一樣 就選擇了離婚 當時他們兩個人的婚姻裏面 就生了現在的女兒 Jessica 婚後亦是自己獨力養自己的女兒 這是其中一個版本 另一個版本是雜誌訪問他 那時候他自己說的這個版本 那本雜誌裡面問他 對未婚懷孕有沒有後悔呢 他說當年其實他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是已婚的 其實基本上他未婚懷孕之後才知道他的男朋友是已婚的 他自己說在娛樂圈裡面 公眾人物很多時候是難以避免的 不過他要澄清他從來都沒有結過分的 這個版本他說自己沒有結過分的 他說拍拖的時候也沒有好好保護自己 既然有些事情都發生了 唯有自己去承擔責任 所以由此之中女兒也是他唯一的選擇 他在美國生他的女兒的時候也是跟回他自己的姓 所以他的女兒也是姓楊的 他說當年天林叔曾經跟他說過 娛樂圈其實有很多機會 不過他好像發現他沒有好好把握 或者他說他自己真的錯過了很多機會 如果問他今天有沒有後悔呢 他說路也是自己選擇 就不需要後悔 他的人生也是因為他的女兒的滿足而開心 天林叔曾經言中說的事情 其實我想是說他生女的事情 楊柏柏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 竟然80年代背負一個未婚媽媽的重擔 所以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偽然要選擇離開娛樂圈 他主要不想他的女兒在成長中受到抨擊 如果他繼續保持在娛樂圈裡面 那些人天天不在報道他的女兒的什麼 不過雖然是這樣 他說他離開娛樂圈 當年送他的女兒回香港的時候 也發現有人偷拍 他曾經為這些事情 覺得很傷心慚愧不開心 他女兒Jessica也說這件事有記憶 他記得當年被人偷拍的時候 當時看到他媽媽哭得很厲害 從來之前沒有見過媽媽是有眼淚的 但是他為了這件事竟然是哭的 他說很感謝媽媽給他很多很多愛 令他生活充滿了紮實沒有遺憾 他的女兒說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單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爸爸在他人生之中是靈 從來沒有接觸過亦沒有見過 他的生命之中只有媽媽 就算他今天結婚有自己的家庭 媽媽永遠都是他最珍惜最重視的人 也不錯 無論如何 楊胖胖都生了一位孝順的女兒 好了 今天的娛樂新聞先說到這裡 只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娛樂事件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